大家好,我是塔羅神Jessica 會講講大家5月份的生活運程 今天會提醒大家5月18日至6月11日在水營 做任何決定都不應該在這段時間去做 我們會講一下這個獅子座 獅子座你發覺今個月對於你的家庭和私生活上 都有一些很大事 會關注什麼大事呢? 可能是買樓或買樓 又或者你之前做一些裝修將會搞定 而令你好有成功感 至於愛情方面,你發覺你今個月會停下來 就是因為你想放多點時間在這個事業上 有兩天對你其實不太有利 所以你做任何重要活動都要避免在這兩天去做 第一天就是5月15日 這一天會令你的現金流很緊張 可能少了現金在你的戶口 第二天就是5月22日 這一天你就會發覺跟別人的關係都會變得很緊張 很多事情可能難上加難 而別人好像很依賴你 所以你這兩天重量是處於以退為盡的狀態 而且如果你已經有小朋友 你發覺可能這個月好像總是華人期間有些障礙 一些東西阻礙 如果你已經有小朋友看管 可能你發覺今個月有這些問題會出現 而且重量要令自己放鬆些 不要那麼累 到5月16日至17日 這兩天你是要更加享受大家很浪漫的時光 重量去放鬆一下 至於這個處女座 處女座你發覺你5月份 就可能有一些東西是要簽約的 如果看清楚有沒有問題 而律師都說沒有問題其實可以簽約的 不過你當然要好保障自己的報酬 你要看清楚對自己的報酬是否有利 你才很早一日決定 而5月11日至5月底 你發覺工作上會變得很精彩的人 而且多了人關注你 而且你發覺可能幾個月對你的工作特別是有熱情 不過要避開兩天 因為兩天對你不利 就是5月15日和5月22日 你發覺這一天很多事情阻礙 你會很容易地勉強 你會很容易地勞動 而且考慮工作時 你要想起責任 重量要在家庭和工作上得到平衡 到5月15日和5月22日 你發覺這兩天 這些方面的問題更加明顯 而且要爭取多一些家人的幫助 重量不要被自己太大的負擔 重量要輕鬆一些 至於有利事業進步的日子是5月16日 這一日是週末 所以你可能會收到一些好的消息 而且你應該要想一下 度假 掌握今個月的時機 去休息 去舒緩你平時緊張的心情 現在說一下天平了 我們要小心就是5月18日 至於6月11日這個期間是水益 做任何決定都最好在這段時間做 你會發覺今個月財務上的事情 就被你解決了 不過做任何個人財務上的決定 或者公司上的決定 你都要小心 而且重量在5月18日至6月11日 這個水益期間 不要做這些做錯決定 而因為這些決定 可能會帶給你一些不穩定的事情 所以這段時間就不要做任何的決定 而事業方面 你就會發覺在5月7日至6月5日 這段時間 就會很有利於你的名利上 即可能你會得到一些名利上好的 feedback 而到5月15日至5月22日 都不應該去旅行 因為很多事情會延遲 這個天蠍座 你發覺今個月是很重要的 對你來說是思考上 開始得到一些新的方向 這個月份 你可能會想起 以前曾經一個令你很喜歡的人 不過始終隨著時間的成長 你會由以前很喜歡一個人 多好樣 又搞笑 可能突然間變得喜歡一個人 又有責任感 又對你很忠誠 亦都會有穩定的工作 或者要大家生活的習慣 和喜好 甚至目標 都要好夾才可以在一起 5月份就會帶來一些財務上的黑談 這個黑談對你一些金錢上的事情 東西是有所幫助 而自己的財務上的東西 就要掌管得很好 借貸上的東西 投資上的東西 甚至關於一些大錢上的東西 都要掌管得很好 今個月可能你會覺得 我想買樓啊 或者想再創業啊 或者想交一些很貴的學費 這些的決定 重量在5月18日至6月11日 水液期間是不應該做的 而且你會發現 今個月公司上有些接收到一些訊息 是對你有非常好的幫助 不過重量一些的決定 不可以在水液上做 如果要做任何決定 寧願是等到水液過後才做 或者水液開始之前去做 否則就對你是不利的 那再來再來一次 我倒沾打了 好�潮